哈喽,这里是带大家坦随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蒂姆波顿的另一部成人动画 《剪刀手爱德华》 很久很久以前,山顶那座闹鬼的城堡住着一个发明家 他有许多发明,甚至还创造了一个人 这个人几乎各方面都和真人一样 但是,发明家年事已高 他来不及在过时之前将这个人完成了 所以最后只剩下这个人,孤零零的惨缺不全地活着 他的名字叫爱德华 秦妈是个推销员 但是,无论他怎么卖力推销 社区都没有人愿意买他的产品 于是,他见走偏锋来到了山上的恐怖城堡 没想到城堡里到处都是修剪的非常漂亮的植物 这么精致的原意,一定出自大师之手 秦妈打开城堡大门后,却无人回应 直到他在楼上,发现了双手是剪刀的爱德华 热心的秦妈将他带回了家 两个人都非常开心 爱德华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完全就像个孩子 而秦妈带着一个脸色苍白的陌生人回家的消息 很快就经过八婆们的嘴,传遍了社区 护到家的秦妈跟爱德华介绍了自己的家人 爱德华看着漂亮的女儿秦,有些害羞 不过,他现在不在家,他和朋友出去露营 得过几天才能回来 对一切充满好奇的爱德华,东摸摸西摸摸 不小心划伤了自己的脸,还戳破了秦的水床 秦妈给爱德华找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换上 门外的八婆们已经从白天聊到了黑夜 直到自己的老公们都回家 秦妈也很大方地邀请社区里的人都来自己家做客 所有女人都争相恐后地邀请爱德华去自己家进行演艺修剪 在古堡孤独生活的他,一瞬间成了抢手货 社区里饥渴难耐的八婆甚至想强上爱德华 把他带到自己的店里拖光光 不过幸好椅子塌了,爱德华才逃过一劫 当晚漂亮妹妹秦回到家里 却看到自己的床上躺着一个长着剪刀手的陌生人 吓得他立马惊声尖叫 家人全都被吵醒,安慰他那是家里来的客人 秦和爱德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诡异地过去了 在每天的相处中很容易能看出来 爱德华对可爱的秦心深爱慕 不过秦却有一个可恶的男朋友 这天他忘记带钥匙 爱德华轻易地就用自己的剪刀手撬开了锁 男朋友却将他关在门外 说如果秦妈回来就立刻大喊 男友还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契机 要爱德华去撬开自己家里的锁 好让他能够搞到一笔钱买车 秦本来不想这么做 但拗不过男友的他 只好答应叫上爱德华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爱德华会为他做任何事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没想到在开锁时 爱德华触发了警报系统 男友反手扛起秦就跑 由爱德华在他家被捕 秦对他这样的行为非常失望 警方认为爱德华是在古堡待得太久 脱离了现实生活 导致他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没有给他定罪 但是这件事情 无疑导致社区的八婆们人心惶惶 生怕自己家被偷 男友居然还有脸来找秦 秦通过这件事情 看透了他 与他分手 男友却不肯放弃 圣诞夜再次找上门来 此刻爱德华正在庭院做冰雕 秦在他旁边伴着雪花轻舞 由于距离太近 男友的到来下到来德华 让他不小心割伤了秦 男友还将一切都拐罪到爱德华身上 叫他赶紧滚 离这个家远一点 气愤的爱德华只好离开 心情不好的他 把男友家的车胎给扎破了 警察也四处寻找他 他没办法只好回到了家里 秦爸秦妈都出去找走势的爱德华了 现在只有秦一个人在家 他要求爱德华抱抱自己 但是爱德华怕自己的剪刀手会伤害到他 于是秦轻轻地将爱德华的双手环绕在自己背后 两颗孤独的心就这样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喝醉了的男友气不过秦 为了一个怪物和自己分手 再次开车冲到他家 而秦的弟弟刚好走在回家的路上 眼看就要被男友的车撞飞 爱德华及时扑过去救下了他 同时也在慌乱中不小心划伤了弟弟的脸 这下邻居全都冲出来看到了这一幕 不少人以为他在伤害弟弟 想将他拉开 以被爱德华手上的剪刀划伤 秦没有办法解释 只能让爱德华快跑 爱德华在警察的追捕下跑回了古堡 好心的警察对着天空开了两枪 是一切都已经结束 然后让追问的八婆们都散了 各回各家 八婆们却不愿就这样结束 他们追进了古堡 不过 秦先他们一步找到了爱德华 没想到男友也跟了上来 对爱德华拳打脚踢 秦想阻止他 也被他反手打倒在地 爱德华看不下去了 大快人心的 给男友来了一刀捅死了他 八婆们已经追到了古堡下面 秦不能再待下去了 他亲吻爱德华 并且跟他表达了心意 说出了那句我爱你 然后拿着楼下的一截剪刀手 走出了古堡 告诉八婆们 他在和男友的战斗中 被塌下来的房顶压死了 以断手为证 八婆们看到这个证据 全都兴请离开 自那天起 秦再也没有见过他 如今的他已经儿孙满堂 他也不想再去古堡里找他 因为他希望自己 仍然是他心目中的 那个年轻的样子 而他也坚信 爱德华一直活着 因为在爱德华下山生活之前 这里从来没下过雪 但在那之后 每年冬天都会下雪 若他不在山上 就不会有着漫天的雪花 而秦一生中永不能磨灭的 就是伴着雪花翩翩起舞的梦境 镜头来到古堡中的爱德华身上 他像当年的圣诞节一样 在刻冰雕 漫天的冰屑从古堡的窗户 飘向山下的小镇 秦也像当年一样 享受着这漫天的飞雪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小夕见啦